這2010年3月的華山之旅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生體驗 我把它稱為華山仙旅 華山鎖到天下仙 坐纜車上山都看到華山其實是挺陡峭的 難怪有所謂的華山仙之稱 3月初滿山片也都開滿了桃花 我感覺到像金庸小說裡面的東邪桃花島島主 一時欣喜就想到桃花島主是來華山爭奪九陰真經的 跟所謂英雄相會 桃花初開華山紅島主守道真經來 然後在山腳的山壁上就看到紅生兩個字 我是紫龍 所以這個對我非常有意義 又想到道德經老子的 大陰犀牲大象無形 最大的聲音反而一般人聽不到 最大的現象反而是無形無相 只能夠去悟去體會 在山門那邊有一個叫做金鎖觀 看到有好多的鎖頭 就是戀人們把名字刻在鎖上 然後想一生一時鎖在一起 若可曾想過身心的自由 靈魂的無助呢 把靈魂解放 無憂無力 無憂無力 非常自由的飛翔 不是幹嘛 幹嘛要把心鎖起來 這個石頭呢 非常像楊過的神雕 我就想到神雕俠裡 富霸山天下武功問誰告 這裏就像鐵掌幫的鐵掌風 真的就像一個五個手指的鐵掌一樣 就想到鐵掌幫主水上飄 鐵沙掌和清宮兩大絕技成為奧勢江湖 天難顯風神掌柔 這裏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個山壁 奇焰顯壁侯孫愁 這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陡峭 難怪叫侯孫愁 因為連猿猴也很難在這樣的山壁判它 我們在山頂一個很簡單的酒店過夜 本來想第二天早上看日出 怎麼知道早上霧氣非常非常的重 一點日出都看不到 不過驚喜的是下了一場出血 把整個花山染上了一層白血 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很遺憾看不到日出 可是卻迎來了一陣驚喜 東風雅頂觀日出 不見金光闊霧來 等風一陣天地變 靜見跨山山葉邪 在東風旁邊呢 有一條長風站道 這是華山的第一顯道 因為上下都是咸牙截壁 鐵碩空線 然後腳上踏的是由木板架成的 剛剛勾一個人的腳面踏上去 路的盡頭有半截洞到家尊稱賀老洞 那在這個前針牙的長風站道前面可有前針牙 然後這一個呢是華山的十大謎之一 因為第一是這個前針牙山上看不到 對面也沒有山峰 從什麼角度都不可能看到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那麼當年的古人是怎麼知道會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然後又非常驚險的 見了這個長風站道就是為了到前針牙 到底是為什麼 這裡真是天下第一顯道 誰敢挑戰 不過我就想到前針牙可能會有針跡 所以看著兩劑上不著點下靈西風 這兩劑口結 我就有一股到前針牙球震驚的衝動 一時就忘了危險 然後就一覽眾聖的下在長風站道 那麼在下站道之前呢 有一個小門 過了小門之後呢 就是垂直往下了 結果一下線梯呢 突然間天吟變色 下了大風血 那時候危險的不得了 因為手上握著的鐵條都是非常非常的動 那麼腳下的鐵板鐵梯呢也是非常的滑 所以這好像是華山呢 有一股非常強的傲氣 所以不願被人征服 我就想起了 就做了這首詩叫 風血交加寒刺苦 手上動鐵腳下兵 長空站道 傲氣神苦來增進幾人 然後往前走 然後就有些地方是更加的驚險 就是只有鐵鏈跟腳下的板 我上不著頂下零西宮 上面也是垂直的峭壁 下面也是垂直的峭壁 怎麼辦呢 只有搖緊牙跟向前走吧 我想走了起碼半小時到45分鐘左右吧 因為是非常非常慢的一步步 非常驚險的走完這套戰道 然後到盡頭呢 就有一個絲過牙 非常小的一個空間 我就想到 金庸小書也有描寫過 笑傲江湖有令狐聰 被罰到華山後面去面壁施過 結果遇到了一位高人指點 回來之後他的武功就大盡 這首詩就很適合 笑傲江湖莫等先過的戰道趁英雄 令狐施過高人蝶 心涯一過萬法 那裏面有一個賀老洞 我就到裏面去拜真能 但求心意天地通 請求賀老示我一些信法 那一出賀老洞呢 又馬上天銀變色 前面呢有兩股霧氣呢 慢慢的旋轉旋轉成好像兩股黑銀 然後在他們旋轉到交接在一起的時候呢 就好像無名的氣海無量 一道氣道進風四起 然後馬上呢 無量的白血當頭而下 那這個已經非常非常的特別 因為在我的一邊呢 山上的狂風爆血呢 就非常強勁的往下下血 可是山腳呢 那種進風呢 突然間就一股進風從山腳上 然後把血呢 吹回到山頂去 所以在我的右邊呢 是下血 在我左邊呢 是上血 所以這裡這個奇境呢 真的是天下最絕的一種體驗了 那我突然間就感受到 這不正是無法破解的前真之密嗎 因為前真的先祖怎麼知道有前真呀 而且又為什麼要一定要在這裡立動修念呢 如果不是下血這個體驗呢 我絕對不可能體驗到這個地方 正是節式的陰陽二際教會之處 所以這樣的地方才有可能說 山頂呢是在下血 那麼山腳呢又一股氣流 就在當時當下呢 上血把血摧毀到化山山頂 所以這個就好像 《四雕英雄傳》描寫的西毒和北概 在此處比拼內力 然後兩個人都已經內力盡視了 只能夠叫楊過站在中間 鄙視他們的招 用意來對招拆招 所以這種體驗真的是非常非常得極 右邊下血左邊上血 天下氣光 般此為極 所以我覺得賀老 真的吃了我全真的心法 所以這首詩呢 叫全真得法 封極引轉全真臺 無量髮血 剛出來 全空交替陰陽氣 支吹血燈化山天 我得了全真的心經呢 全身充滿了內氣 所以在回長宗戰道的路上呢 就好像如理平地 非常輕易的回到東風 因為風血停了 天也收工了 所以無稀調戲 繼續往華山這邊奔起 然後到了山頂呢 這邊就刻了一個石牌 寫到華夏民族最初行程 並居住於華山之州 而明齊國彼夜華 而後其後人氣 我智呢 天際九州 所以華之名始皇 所以中華之華 原以華山 西夜華山乃是華夏之根 也難怪在華山的山頂呢 立了一根華夏之根 這是中華之根 而在山頂上呢 看我身後呢 就有山座山峰 當地人叫山老峰 就在一陣清風 扶去了遠塵的濃霧 插間華夏之根下 顯現出五兒的山老峰 所以這首詩呢 心悟浮沉去乍見山老峰 道法隱落縣眉心一點鐘 那我問當地的人 何謂山老呢 無人說得清 嘲嘲的三個老人吧 那可是我得了前陣心法 加上白血的點 突然見到這三老呢 非常明顯的 如果既然是 第一 達摩 一身架沙 生前五座小山峰 仿如他一言的殘中的船神呢 是一花開五葉 子儀六腿廢人 而中間呢 是老子 旁邊呢 是老子 扶手一下 善善落水 大海即晚船 而中間呢 就好像孔子 雙手作拱 急功近吹為萬事 理事不如 所以這首詩呢 總結了我的悟道 達摩 東傳法 一花開五葉 老子 生若淹 大海即晚船 夫子 急功近 之表萬事船 三老受無將 道成 在華山 所以我們看 中國的字 道 之首字 不真是 迷信一點嗎 有所謂的 知道 修道 行道 熱道的不同境界 甚至殘冷一點 中華的文化 始於炎黃老祖 而華夏的精神呢 成就為如是道三家的窗窗 作為炎黃子孫 我們的邪裡面 都有如是道三家的精神 所以 當年 善慧 是非常經典的 像梁武帝說法的時候呢 就穿著道觀奴禮佛家沙 醫生呢 醫生呢 就要指出 中華的精華精神呢 都在魯士道三家裡面 而何會三家做一家 實際上我們邪裡面呢 已經很難分 哪一個是道 哪一個是魯 哪一個是士 實際上我們三家 都合會 融會關頭 這真是中華的精神 十九世紀 波士聖人 巴布杜巴 曾經意言到 中國是未來的國家 每一個中國人 都可以成為世界的明亮燈主 必須灌輸他們精神 能瞭解中國人的經典 用他們的食物 以他們的交談 所以這一次化山之旅呢 能夠得到如此奇特的體驗 更體驗到中華的精神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 人生能有這樣的體驗